又到了哥卡哥玩奥特曼卡片的时间 今天我们来猜奥特曼卡片比较高端的版本 黑专版 因为最近啊 很多小伙伴对黑专版到底值不值 评价都保贬不一 所以卡哥这一期啊 决定再给大家猜一盒 看看一百块钱的奥特曼卡片 到底怎么样 另外卡哥还从小卖部里 拿了五包荣耀版的散包 这样应该也能做一个小对比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猜一卡吧 来我们先看看价值五十元的奥特曼卡片 荣耀版 来第一包 第一张是平成三杰之余的 带拿闪亮型 哦好吧 出了一张UR白金卡 是欧布的欧布原生 横版剧情卡是这一张 迪迦强力型VM 没弱失 第二包运气怎么样呢 哇 是一张超炫的折塔 废塔冲击 哦哈哈 今天运气不差啊 又来了一张UR白金卡 戴亚活力课 那么肯定少不了我们的迪迦横版剧情卡啦 来呀看看有没有要实战 哇哦这一张是 哇超帅气的 杰斯提斯奥特曼的强力型态 这个回原测效做的还是挺赞的 诶 UR白金卡 哇是这张托雷吉亚的早期型态耶 哇这一张卡还是挺难抽的对不对 第十档的横版剧情卡哇是不是要比第九档炫啊 今天总不会全都是白金卡吧 HR卡是怪兽卡泰莱斯通 哇塞终于来了 终于抽到了一张UR金卡 折塔的贝塔冲击 哇整张卡片金光闪闪 反而其实是一张战神卡呀 攻击16万防御15万9千啊 诶横版剧情卡也不错哦 是赛罗编贝利亚 最后一包啦 什么LGR卡呢 哇学伙伴们看 这一张折塔的嘎马未来也是挺炫的 哇战斗姿态也是超级酷啊 诶果然来来这LGR卡 是平成三杰之一 迪加好着嘛 这白金卡的炫光 跟我们的迪加很配啊 哇仅仅50块钱的荣耀版啊 说话还是蛮满的哦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百元版本 黑专版 打开来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铁盒子哦 里面不但有两包补充包啊 还有一个卡砖 第一次买的话还是挺惊喜的呢 有30张荣耀三弹二弹的横版剧情卡哦 来我们先来拆第一包补充包 哇第一张一举阿卡就很不错了 是耐克赛斯的幼年形态 哇这火光四色的特效 那么紧接着我们看看其他卡片 诶 LGR卡是罗索的大地形态 哇紧接着小伙伴们看 哇塞卡哥抽中了赛罗的闪药形态啊 这张UGR卡在这个版本还是挺稀有的哦 一包补充包的卡片真不少哦 还有一张做工跟豪华版不一样的红GP卡 卡哥这次抽到了欧布的原生初始形态 还没完哦 还有一包补充包呢 啊 怎么回事 又抽到了那个Size的幼年形态 好吧我们看看其他西游卡片 LGR金凯是一张黑暗欧布 哇GP卡也很酷耶 是迪迦奥特曼的空中型 亚洲的最后一张SR卡是谁呢 哇哦又抽中了 哇这个版本超帅超酷的一张 SR的赛罗奥特曼 这个版本里面这两张赛罗卡片啊 哇也是超级难抽的呢 如果想要超多的满新西游卡片啊 那当然是永耀版这边比较划算哦 但是说到超稀有的SR卡 和超炫的红GP卡 可是只有黑专版才能拿得到哦 那么今天我们的黑专版对比就到这里啦 拜拜